大马外交部长近日指出,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有意在明年马中双方合适的时候到访马来西亚 习近平上次到访马来西亚是在2013年,今年是马中建交50周年,双方举办多项活动来庆祝这项里程碑 包括今年双方高层领袖互访37次 其中国家元首苏丹伊布拉辛陛下在今年9月19日至22日对中国展开的国事访问 获得中国政府的热烈欢迎和隆重接待,反映两国的紧密关系 两国以相互尊重与信任的基础建立密切关系 在元首陛下与习近平和中国国务院总理李强的会晤中得到充分体现 中方以开放和真诚的态度讨论每项议题,也有意分享城市规划的专业知识 以及鼓励私人领域在柔佛新加坡经济特区和捷运发展项目中进行投资 中方同意在现有合作的基础上探索一带一路倡议下新的合作机会 其他合作领域包括在农业、消除制屏、可再生能源、半导体、人工智能和数字经济方面的专家和技术分享 中方也同意为大马学生提供5125个名额参与与技术和职业教训培训相关的培训课程 他指出此次国事访问达成的成果也包括从今年8月24日开始向中国出口大马鲜果榴莲以及增加两国直飞航班 我是一马海外,关注我们,一具大马轻松实现